我们来讲一下当Arduino要外接很多马达或舵机的时候该怎么处理 我们使用那个TinkerCAD来做模拟 那首先电路的接法的部分 每一个舵机或者马达它都会有GVS三条线 那G跟V是负责马达舵机的供电 所以供电都要从你的外接电进来 那不管你是电磁盒还是变压器 它就要跟舵机形成一个回路 正电出去负电回来形成一个回路 这一个马达舵机的供电才会正常 那所以我们如果你需要很多舵机 我们就把很多的舵机都并联在一起 这边范例使用12个舵机 那我们把每一个舵机的正极负极都 直接跟面包板的正极负极做连接 让它们并联在一起 然后跟你的电源端并联 那因为这个舵机它每一个需要 如果全力工作的话需要300mAh 那所以12个舵机会需要3.6A的电 那如果你的变压器 你的变压器如果没有办法一次称3.6A的话 那你就要用两个变压器 把它分两个变压器 一个负责量1.8A 所以外面买的那个2A的5伏特2A 或者6伏特2A的变压器你就买两个 然后直接跟你的舵机的V跟G对接 这边都是一样 然后这个是电源的部分 那Arduino的部分负责讯号的控制 负责讯号的控制 所以你把每一个舵机的S端 就是讯号端都接到Arduino的D0到D13 每一个接一个脚位 每一个舵机接一个脚位就可以 然后因为讯号控制也是要有去有回 形成回路 这是电控制的基本原理 那所以呢Arduino这边 你讯号到Arduino之后 你的Arduino的负质就是GND的部分 也要跟这个舵机的GND要做连接 这样子讯号才会有去有回 有去有回 那你的舵机才能够被控制 那所以呢在舵机的负质 舵机的这个负质质质 就是负电GND的地方 也要有一条线接回到Arduino 负质也要有一条线接回到Arduino身上 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形成一个控制的回路 那所以舵机的外接的重点 大概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他要独立电源 因为舵机吃电比较大 你的Arduino呢 他的每一个每一只脚的讯号输出最多40mA 他不足以直接供电给舵机 他一定会当 一定会当 所以你不能用他来直接供电 那他的总输入总输出也差不多500mA左右 所以事实上你是不能直接拿他来供电了 所以所有的马达跟舵机这种大电流的装置全部要接外电 然后呢你的在控制上面 我们也会希望说你的Arduino的电源 跟你的舵机的电源尽量能够分离 虽然他们都有共同接地 就是你的 为了电位的准位相同 所以我们Arduino的GND跟舵机的GND跟你的外接 变压器电源或者电磁盒电源的GND都要接在一起 这个叫共地 但是我们会希望呢 你的Arduino的电是外接的 所以当你烧完程式之后 你这个DC头 DC头这边的外电 那希望你Arduino可以独立供电 这样会比较稳定 那Arduino独立供电可以从5伏特到12伏特都可以用 所以不管你是用电磁盒或变压器都可以直接使用 那这个电量不需要很大 500mA以内就够了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 为什么尽量鼓励你不要直接接这个电磁盒 因为马达在启动的瞬间会吃大电流 如果你用电磁盒有可能在启动的瞬间呢 它会把那个电整个吃掉 所以你的压降会整个掉下来 那压降整个掉下来电流量不够 Arduino就会断电重开 所以尽量把控制端跟你的那个电源端的电视分离的 这样子控制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因为TinkerCAD可以模拟程式 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基本程式 我稍微说明一下 那我们让每一颗舵机 每一颗舵机每一次转60度 每一次转60度 然后转三次 转三次 因为第四次就加了之后就没有转 所以我们让它转三次 从零度转到180 然后再相反回来 从240度往下一次减60度 然后也是转三次 转回到零度的地方 然后这正转反转 这两件事就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我们来试试看 当我按开始模拟的时候 舵机就会开始做每次60度的转动 转到第三次的时候会转到180度 然后再转回去 然后再逆转再正转 就这样子永远一直转 那这样的供电情况会是最正常的 马达要接外电 外面的电 要接外面的电 加上点满转 那个花头 然后再转 转发 转发